韓郭晓賀 導演 評估 請 請 主持人 謝謝大家 歡迎 來參加我們 小《QCV》 和3.2 有一個合作 我是見我們去談談的所見 我先很快地介紹一下今天的三位嘉賓 先介紹一下客人 高俊陽 他是我們劇場的年齡總監 也是這次我們嘉賓團結死亡氣勢的聯合編劇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票牌騎的話 你一定賣我的兩位 這個很難得給你講 然後這個也是客人 高俊亮是 我不用介紹他 俊亮是世界合衛劇總監 你們剛剛做完了副壇劇場的國立導 然後導演 編劇這也明白嗎 沒有 最後是劉曉玲在我們團的實驗室總監 謝謝 謝謝 他今年在新小節的西運掙紮 如果還能滿票的話 還有票 但是整個相當晚 所以大家能滿票的話 我們心痛一下 這真的怎麼都不是網 我們還是在網半票 然後今天談的其實是關於這一個審查制度的一個審查制度的一個審查制度的一個審查制度 所以大家談的一句話題就是從一個作為一個審查制度在我們團裡頭 似乎是在短期內討拍的 即使你的國家很多國關 你需要別的另外一段免資 其實還是有這樣子的相對的發揮 他們三個人都不存得者 而且他們三個人都在這圖上主宰自己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就決定談一談 作為創作者 面對著這樣子的評審 你要怎麼樣去感化 一起關係 跟他不懂 或者怎麼去應付呢 好不好 謝謝 那大家 需要拿麥克風嗎 還是我這樣講話 也還算清楚 因為我不太習慣拿麥克風 拿了我就會知道你講什麼 那我先簡單介紹我自己吧 因為我想可能在這個影片大家還是蠻陌生的 所以從簡單介紹自己開始 然後再聊一下這個所謂的審查制度 因為坦白講我對馬來西亞的審查制度沒有太多的研究 所以要聊起來我也不想要從哪裡說起 那我本身是馬來西亞人 那目前是在台北工作 就是在劇場裡頭 那我以前是在念書的時候 是在那個馬來西亞藝術學院去的戲 藝術學院還在 戲早就不在了 那為什麼不在呢 因為也很簡單 就是這個戲不賺錢嘛 那後來前面就決定說 這個戲真的不行 就把它收掉了 那馬來西亞藝術學院去的戲 算是蠻培養的 蠻多在 以吉隆坡一代為主 就是多劇場的很多的 基本上都是來自這個戲 那我是其中的一位 然後後來在吉隆坡發展一陣子 然後大概十年前吧 因為覺得自己裡頭 工作久了 就覺得說 好像有一種渴望想要再繼續念書 所以我就跑去台北念研究所 就中國文化大學念研究所 然後念完研究所之後 也因為一年輕微 就認識了很多在台北工作的劇場朋友 就這樣子開始搞劇團 然後就開始一個系列這樣子做 然後後來就創立了 跟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鄭影鎮 一個台灣的表演藝術工作者 創立了球劇場 這個劇團這樣子 好 那 關於審查制度嘛 我先拉回來 我怕我講太遠 我先拉回第一個記憶 那其實在馬來西亞其實一樣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很認識的研究的話 記得上來講 就是你大概得申請那個診證嘛 那我記得很久以前 大概1999年嘛 那1999年 發生在馬來西亞發生過一個非常震撼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我一講大概就懂得了 然後這個事情導致了一個人 從一個最頂端 馬上跌一下 變成接下球 那個人就叫做安皇 那就是1999年那個副首相的事情 所以那個是馬來西亞難得 會第一次遇到一個所謂的政治動盪這樣的一個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做了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叫做K 然後如果你喜歡讀文學的話 就會大概知道K這個字其實可以嘛 三女生當一個人叫做卡夫卡 然後他其實有寫過很多的小說 其實就一個叫城堡 他就是主角就叫做K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自己是編劇 然後也是導演 然後就是寫了一個劇本 就是以K為名 然後就是呼數了這些故事這樣子 然後剛好在這裡頭就是有這樣的一個類似的背景 就是所謂的類似背景就是首相跟副首相 然後跟一些前女 當然我沒有那麼的直接的把那個事件搬上舞台啦 比較是隱晦地去談論這些東西 然後記得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製作人就還蠻擔心的 因為剛時那個事情其實引發了很多一些抗議案的 所以製作人蠻擔心說 欸這樣的體詳會不會太敏感還是什麼樣子 但是也因為在馬來西亞有時候可能 我要怎麼講呢想一下這個 應該說我的主題也並不是要去直接去談所謂的首相 我身為的副首相的一個權力之證 因為那個並不是我要表達 只是它剛好是放在這個背景裡頭 所以我是覺得也還好 還好的意思是說他不至於敏感到再怎麼樣 那當然再來 所以到了演出的時候 其實看的時候其實觀眾也還OK 所以還OK就是說也不許別的說 所以很多時候我在想 我現在是用提問其實去想一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所謂這件敏感 這兩個字到底是怎麼換得出來的 是從哪裡被叫出來 然後是什麼東西觸發了所謂的敏感這件事情 是在做那個K的時候一直在想的 就是說我的製作人的擔心 是為什麼這到底有多敏感等等這些東西 那個所引發出來的恐懼這件事情是很有意思 那當然我回到一個比較實際面上來談的話 其實在馬來西亞 我先以馬來西亞來說 因為在台灣基本上來講 是不會有這個 懲查的這個所謂的機制 所以一直說我做什麼題材都沒有問題 所以等於在台北就不會有這個相關的 那當然像我在做K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申請的時候其實 因為我們要成故事大綱什麼嘛 那所以 那寫法來講 我其實就是依照卡夫卡的小說型 所以在怎麼讀都好 都不會讀到 那個相關的政治背景 所以他多少有一點點 用一點比較隱晦的方式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 隨意舉例子 比如說同性戀可能在馬來西亞 他基本上來講 還是算是非法 我不知道 用這樣形容這樣很奇怪 但是先不管 基本上來講 同性戀一直是不能談論的 包括副首相被指示也是有這個關係 就被拉下來了 那可能有一些劇場演出 在做這個題材的申請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說 這就是一個戀愛故事 那這個東西就很狗犯 那就是說 有時候可能是在整個申請上來講 找一個方式去跟對方溝通 然後就 多多少少 也許有一點點的 回憑了一點點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順利的上演 這樣子 那這個是一種可能 然後 講到這個 反正前聊 我就用跳躍方式 那之後可能再請兩位補充 就是再繼續 我想到一個事情 其實是 大家知道Astro嗎? Astro就是馬來西亞的電視台 那其實我之前 在Astro工作一段時間 一開始做的是 編劇 就是寫一個遊戲節目 然後這個遊戲節目 就是 麻將 就是用麻將 這個遊戲節目 去研發出來的 所以 金德賽他就是賭博 當然不能講賭博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所以那時候 我去寫的時候 直轉就告訴我說 欸 首先你要很清楚知道說 這是一個益智節目 聽懂齁 然後我們並不是在玩麻將 我們是在做一個益智的遊戲節目 所以等於說我在整個書寫 雖然我的整個構思 包括設計遊戲環節 都是從麻將 比如說 十三藥啊 這些 這些研發出來 但是我們就把這個螢幕全部避開 就是把它變成是一個 充分有益身心的一個 很開心的又可以拿獎的一個節目 那我想這個也是一種方式吧 面對一個條例上 然後怎麼去應對的一種方法 那這是在電視台裡頭 有學到的一種生存的法則吧 那當然包括因為這次來也會送禮物嘛 那也不能直接講 那就是要轉換成另外一種 放出去說 欸等等等等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在這裡頭會見識蠻多的 那當然我覺得可能更審查 更直接有關的一個事情 其實在Azpro其實有一個線色台 在Azpro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在Azpro裡頭 其實它也有一個部門 就是屬於線色的ship 就是其實是電視台裡頭 其實也有這個的部門 然後其實剛好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做編劇 那是 是 擺Case的 然後大概做了兩三年 那大家都知道做劇場 沒什麼收入 那就會期待說 有沒有一些剛好全職的工作 那就剛好 還真的是sensorship 就有一個空缺 所以我其實也有在sensorship裡頭 工作了兩三年 就是在Azpro的sensorship 不是政府的 是Azpro裡頭的sensorship的那個部門 工作大概兩三年的位置 然後我記得 我現在有點忘了啦 但是我記得我進去的時候 就拿到一本冊子 大概是這個後度 然後這個冊子 基本上是記載的就是 每一個你大概不能 要注意的細節 你要比如說 什麼宗教問題啊 什麼種族啊 然後談到什麼彰化等等這些 甚至比如說包括接文等等這些東西 就是你 它就是大概會有一本冊子 會告訴你說什麼都不能 就對了 然後我在裡頭 當然因為Azpro是私人電視台啦 所以不用想像它的 都會多犯禁不可能嘛 那只是說我們可能會 主要工作就是說 確認一下一個節目是OK的 然後再來就確認一下那個接文的多長 因為我們有時候已經外國節目嘛 那可能一聞起來就 30秒這樣 那沒關係 我就把30秒去掉29秒 這樣感覺吧 所以我基本上是有交代 它有聞到了 然後之後就沒了 所以我主要的工作就是 喔到了 噓 然後就緊緊緊緊緊 那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我比較有一個印象的 比較有意思的地方是 就是我現在還殘存啦 可能也許等一下 如果也會恢復記憶的話 現在還記得一個事情 比較有讓我 誒! 愣了一下的是Discovery的節目 那大家都有看Discovery嘛 對不對? 那Discovery節目基本上就是 以一個比較科學的一種方式 去報導世界各地的一些風俗引擎嘛 然後我記得那個節目 剛好是我撿到 是一個告導土著的 那就是我忘了在哪裡土著 反正就是非洲還是哪裡 蠻遠的 那大家可以想像嗎 我們用一個知識的想像 土著大概就是怎麼樣 赤裸吧 對不對 所以可能男男女女 也許可能只是用一個包住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做我自己 就是因為我在撿 就是等於是 其實我們是會舉例的人 然後我想說 誒! 那我就震仗了很久 想誒!這個是Discovery 然後它又不是 劇情片 那我想誒! 那裸上升可不可以呢? 雖然條例上是不行啦 那因為它裸也不會裸很久 因為它報導這個 就是說介紹好這個是什麼 那自然就會拍到他們 那我就想很久 不如我來試試看 所以我那個就沒有剪掉 我就想說 好吧我來試一下 因為Discovery應該可以吧 因為反正它就是一個很科學的東西 告訴你說 土豬是怎麼生活的 然後就這樣子播出去了 然後很快我就被投訴 我的上司就大概 我記得那次隔一個禮拜 反正就是上司就來找我 我一開始還沒有想到是那個事情 然後後來就找我的老婆 他說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就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有觀眾播出 所以當然我不確定啦 這是上司回應給我的 他是說 有觀眾投訴說 為什麼會有露點的影片出現 那我就覺得說 因為Discovery什麼什麼 他說 不管 只要是露點就不行 所以我又要 必須把那個露點的再剪掉 或者是把它弄打馬賽克等等這些之類的 那 這樣的事情就會讓我 跟著 去想一個東西 所謂的這本冊子是 固然它是一個很指定性的 自私的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 那個所謂的審查 是從哪裡發生 然後包括 我們先不提 有權力的當體 我們先回到民眾 民眾怎麼看待 其實是不是也是一個 蠻重要的環節 也就是說 群眾如果本身也 他有時候 所以他我覺得 他這個東西是有點像風險的 就是說民眾 可能自己也接受不了 會覺得說 你怎麼又給我露點 這是很友善風化 那等於其實 做的人 可能會更謹慎 是吧 就是說 我既然試了一次 結果就馬上被彈回來 那我今天想說 那我以後就更 安全這樣好了 那我覺得類似這樣的東西 我突然想起另外一個戲人 電影 就是我沒有放SBA 然後也被投訴 那是一個鬼片 張國榮演的 啊 我忘了名字 我忘了名字 其中 好像是 我不懂 他在台灣是SBA 是SBA嗎 是SBA嗎 我忘了 反正我那時候 我的 最有時候 可能在製作去想 才能問題 還好 又沒有露點 又沒有怎麼樣 都很好 然後就過去了吧 那結果又被國師說 為什麼這個戲不是SBA 然後有很多很驚悚的感覺 那我想這個 拿捏的尺度 的確是 有時候做劇場的 也是那個尺度比較 寬鬆嗎 或者是比較 也不曉得拿捏 那類似這樣的東西 就會多少 可能會開始讓我去 再想像 就是說 這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 那 大概先分享到這裡 那我們再請 謝謝 謝謝 我想從新加坡人在聽 馬來西亞朋友 我 有些時候 我就覺得 混亂 他是馬來西亞還是台灣 這樣 當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知道他是個台灣 所以 我是覺得 從他那裡 對我想談一個 我覺得 我們想要思考的一個 會要考慮的問題 就是 因為他剛好很有趣 他是一個創作者 然後他做在審查的位置上 那麼 當然這樣一看的話 這兩個角色是分開的 因為他做了兩個工作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在做創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同時是 共組在議題以後 這兩個角色 我常覺得 創作是一個越界的過程 也就是說 有些時候 你在做創作的時候 你因為 碰到一個 你覺得 這個東西是不可以理喻的 而且你無法了解 這個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 你已經越了一個 你自己熟悉的 或者是一個 自己的越來西空接融的 一種狀態 所以這是一個 第一個簡單的越界 那麼這個越界 就是一個過程當中 你要越這個嗎 你要挑戰自己的思維 你自己的道德觀 你自己的價值觀 所以這是一個越界 而這個越界 當然你自己越過的時候 當然你會覺得很好 因為你做這個過程 你會覺得 哎呀你發現了很多東西 那就到了第二關 第二關就是 接收的人 那個掠讀者 那 這是很有趣的 創作技是更遠的 那有這個之後 就是 你創作完了之後 你不可能把它放在 你那個櫃櫃裡頭 就一直 公子裡頭 你最後你還是去見觀眾 那就出現另外一面的審查了 也就是說 別人怎麼閱讀 而別人怎麼閱讀詞 那個東西 真的太複雜的一個問題了 剛才他提出的就是 觀眾看了一個 以科學的角度 來拍了一個紀錄影片 那麼當然我們用科學角度 我們講的是一個女性的世界 但是這個觀眾不是用任性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鏡片來看見自己 不是同一個科學的鏡片 他覺得是同一個 他個人價值跟他個人的道德觀 來放了一個鏡片來看這個東西 我們就常常發現有很多的事情 我舉個例子吧 我記得在93年的時候 第二劇場做的一個戲 叫做還在建築 有些人很多可以看過你的戲 但顧路的那個時候有看過人 這個戲其實有兩段故事 一段真的是兩姐妹的關係 然後另外一段是講 新加坡在1979年的一棟酒店 把它就是新世界酒店 我告訴你 大家可能會記得 然後這兩個故事就放在一起 那也有說其他反應蠻好的 可是後來我才發現 有關當局是怎麼解決這個戲 他們說 直接會跟我們說到 他說 你是不是在底色 新加坡向這個 Hotel Road 基礎建得不好 所以隨時會倒塌 新加坡會員會 跟他講 你有發現 哇 很會看戲喔 我一直覺得他比我們還巴克斯 也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他放著什麼鏡片 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們常常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今天在談審查 我也不想去談 他們那些人的一個狀態 無法引起他們的狀態 唯一一個我覺得很好笑的過程就是 當你在進行這個越界的過程 這個Congressive action的時候 當你把它放在你台上的時候 那你要必須要準備 任何人都會從他不同的 或不同的資料來決定 你這個戲的定義是什麼 也因為我個人大概到了一段時間 我大概明白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就有提醒你自己幫我 你就是說 我無法控制啊 因為當你無法控制的時候 那你先將過你自己第一關 那你第一關你我自己要審查的過程 你一定有自我審查的 你一定會根據你了解的這個社會 你覺醒你要做什麼 要寫什麼 因為你會知道你的作品 其實是有一定要影響力 大或小 你都會有影響力的資金 所以你經過了那一關的時候 那接下來的東西 不是你的控制 當你不是可以控制的話 我沒擔憂 別讓他來老公 那你做你應該做的事情 唯一難處的就是 當他老公了別人之後 接下來帶來的個別的那些過程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跟當時在做創作是沒有關係 那是之後的整個行政啊 程序啊 所遇到的問題 當然你就會不知道 因為比如說在他的手冊裡頭 他會告訴你什麼議題是重要的 什麼議題是 基本上都會列明啊 什麼知名感 什麼不能報 什麼不能談 對對對 但是其實有一句話 常常覺得是很有趣啊 常常跟他們對我來說 嗯 在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是你來的 其實這個時候 這個句話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時候也就是說 你的作品其實是有時間性的 它跟當時的那個時代 有一定的關係 所以這個東西 你在開始做的時候 可能是完全不明白 如果三黑夢突然發生一件事情的時候呢 哎 我看你一定不敢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也因為 藉由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發現一個做創作的人 你反而應該不太喜歡 因為你預知而已 對不對 也就是說 你把自己說的好聽 第一點是 原來你看到這個世界的 那個社會的動感 然後你感覺到這個社會 因為有些東西 開始會覺得交流 那再有一個程度上 做一個創作的人 它絕對是個 complement 讓你覺得 啊 原來我一直在抓著這個實踐 這個世界的那個動脈 我想我們做創作 不是為了做一個 放在一邊 當成是一個 這個舞蹈讓別人欠傻 我想它的思想的過程 是有 過去跟現在跟未來的 三個時候的交集 那樣的時候那個 作品 它的那個能量 它的那個想像空間 才能有跨越 才能帶來的經驗 才能帶來的經驗 嗯 我暫時想到的 其他東西 我覺得 我打不在哪一場 先說吧 讓今天穿得最酸 哈哈 哈哈 都很驚訝 這麼帥 哈哈 沒有偶像包補 哈哈 我 我 昨天晚上就一直在想 因為今天要來這邊 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要從哪裡這樣起呢 我就想說我 長這麼大 最早遇到的審查是什麼 我本來想說 我最早遇到的審查 應該是我爸跟我媽 呃 呃 呃 我 我不是出生在新加坡 我出生在 中國邊緣的一個小城市 呃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呢 呃 雖然中國已經是 改革開放 可是 呃 距離文革的時間 不是太 長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家 呃 我有經歷過一個過程 是 我很小的時候 我們家裡還是用 呃 涼票 油票 那些東西去 去買 去買東西 呃 呃 所以呢 在在我很小的時候呢 感覺 文革的 影響還是 余留在余留一點點 我記得我小時候 有時候會講一些話的時候呢 我的爸爸媽媽就會跟我說 啊 這個出去外面一定不可以講 那就被人家抓起來了 嗯 等等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 審查 所以我從小就會開始發現 欸 原來不是什麼話想講就可以講 有些東西是 只能想不能講 有些東西是 只能在家裡講 有些東西不能出去外面講 然後我又想到說 後來我媽媽就 懷了我的妹妹 那大家都知道中國 是獨生子女 政策很多年了 現在基本上還是 所以呢 這個事情對我也有一定的影響 我們就知道說 哦 其實這個事情是 非法的 這個事情是非法的 所以呢 我跟我媽出去外面的時候呢 我就會故意走 前面走很遠 然後我媽就問我說 為什麼 她說 不要讓人家知道我是你的孩子 因為我媽肚子大了 她還以為她有第二個孩子 然後我在街上 我媽跟我講話 我也不管她 我就一直走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在想說 也許這個東西是我一開始 最早意識到說 有些行為或者有些言語 是會被審查 再到後來 我讀中學的時候 就是我來新加坡之前 在讀中學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 就是開始 其實小學就開始有寫作文了 直到中學的時候 對於這個作文 在做創作這件事情 的意思就越來越強 所以 呃 我小時候文筆還不錯 然後 寫文章的時候呢 我自己會天馬星空寫一些東西 可是 寫作文就會被打分 所以打分下來的時候 就發現 原來 呃 有些東西講了之後呢 老師是會有意見 或者老師會覺得這個東西是不適合講 或者 或者這樣寫是不會有高分 那我就開始覺得很有 很有趣 然後 可能我會 比較滑頭 我 我開始就發明了一種 我自己的一種方法 就是我寫作文的時候呢 呃 我知道老師要寫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會 我就會在寫作文 比如說考試的時候 在現場 我就會自己發明一些 名言 名人名言 或者是 一些事例 但其實根本就沒有 那是我自己 自己胡說的 我還記得我 呃 中國的初中畢業 其實等於 新加坡的OLED 這樣 考試的作文 呃 我就寫 寫的作文裡面 我就會寫 比如說 意大利著名詩人 淡丁 曾經說過 什麼什麼什麼 但其實淡丁沒有說過的 是我說的 很有趣的是 我的 我的中學的畢業考試 我的作文 是我 那個小小的城市的最高分 後來呢 呃 我就來到新加坡了 所以就從一個 不太 不太 自由的一個 國家來到 終於來到一個 也不太自由的國家 我還記得來到 新加坡的時候 我一開始其實 以為是 獲得某種自由 可是發現 其實在學校 也會遇到 同樣的 類似的事情 就是 其實 在 對於學生來講 最簡單的 遇到這樣子的 創作跟審查的問題 其實就是 就是寫作文 或者是 你在學校做 做演講的時候 所以也會遇到 跟老師之間的一些抗互 所以我就 當 經歷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就 不把它當作一種 呃 外來的力量 而我 我開始在思考 這個東西其實是 這個遊戲的一個部分 呃 這個 我等一下 我再解釋一下 我再往下講 就到 後來做劇場 做劇場 其實 我回想 我其實很少遇到 呃 官方審查的問題 呃 可能因為我的戲 都比較抽象嗎 嗯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只是反正也看不懂 所以無所謂的 哈哈哈哈 呃 但是呢 我就 我開始把這個東西 變作 當作是這個遊戲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當你在做創作 就好像清亮講的 當你要見觀眾的時候 呃 呃 這是你其中必須去面對的 這個框裡面的一條線 這個框裡面有 有很多條線 呃 當當我們說見觀眾 它可能是一條線 或者說當你要 要送去被審批這個演出的準證 它可能是一條線 可是如果再放大來看的話 其實 在做劇場的時候 這個線其實很多 就是 就是 當你走進一個 space 它就開始有線 這個 space 就是這麼大 你 你是不是只有在這麼大的房間裡 做這個演出呢 還是你其實可以把門打開 你可以到外面的陽台去演出 然後這個演出是多長時間 是 是一個小時呢 還是兩個小時 還是二十分鐘 這個對我來講也是其中的線 所以我就把它當作是這個遊戲的一個部分 就是 當我要玩這個遊戲 當我要 當我要做這個創作的時候 我知道它裡面有很多條線 我這個戲是給 五十個 每一場是給五十個觀眾看 還是一個觀眾看 還有兩百個觀眾看 對我來講 也是在開始在畫一些線 而對我來講 這些可能不是限制 而更多的是 我可以去討論的問題 有一年 我在 一個中學 教課的時候呢 大家都知道 現在每兩年有一次的SYM 戲劇比賽 我一開始其實對這個東西是 體悟 不贊同 但是 後來我就想說 如果要參與這個東西的話 那不如就試試看 可以怎麼做 所以呢 有一年 我在一個中學裡面呢 我就跟學生 討論這些 框框 討論說 SYF的框在哪裡 SYF的分數是怎麼大的 SYF的評獎是怎麼大的 我們就討論這個比賽本身 後來呢 我們就 通過這個討論跟創作 就做了一個戲 這個戲叫做 大象的悲劇 這個戲是一個 一個戲中戲的一個結構 戲裡面呢 就是講 有一個學生 他寫了一篇作文 然後討論 討論教育制度 然後呢 老師就跟他講說 你怎麼可以在考試裡面 討論考試呢 你怎麼可以 你想不想得高分呢 你這樣子 批評教育制度 你的作文還想不想拿A 然後這個學生就跟老師辯論 說為什麼不可以 寫作文不是就是要 然後你鼓勵我們要寫自己的真情實感 自己的真實的思考 那我這樣寫 你又講不可以 然後老師也講說 不可以不可以 你回去重寫 然後這個學生就妥協了 然後這個戲就被打斷了 就是這個戲的編劇就是說 呃 我的劇本本來不是這樣寫的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這樣做 然後那個戲的導演跟編劇 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 辯論 就講說這個戲到底要怎麼做 因為這個戲最終是要去參加SYF 然後辯論的結果就是 編劇就是說不行 你要找我寫的去做 然後最後他們就再把這個 寫作文這個戲又再重演了一遍 就是演編劇的版本 就是那個老師被這個學生說服了 嗯 然後 呃 全班的同學也都 而不是全班也都 就是有很多同學都站在這個同學這邊 這個時候這個戲到這裡呢 就被另外一個人打斷 這個打斷的人就是CCA老師 CCA老師就說 你們這樣子去參加SYF 是不可能拿獎的 因為你們在批評很多東西 然後 呃 學生跟老師之間就又有一個禮貝 然後最後是老師就撂狠話說 呃 你們還想不想要CCA分數 然後 學生就會說 對齁 所以後來老師就叫做 你們回去重寫 明天再拍 呃 這個戲本身當然 首先 它 對我來講有趣的是那個創作過程 跟後來遇到的事情 這個創作過程 嗯 哦 那個戲的結尾的時候啊 就講到大象的悲劇啦 就說馬戲團員 著火了 然後有一頭很大的大象 其他動物都跑掉了 有一頭很大的大象呢 被燒死了 可是 那個大象呢 就是脖子上綁一根細細的繩子 然後綁在一根細細的木棍上面 可是那個大象不會跑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大象從小呢 當他還是小象的時候呢 就用鐵鏈綁著 然後綁在柱子上 所以他一掙脫呢 就被流血 所以後來他越長越大 雖然他的力量已經很大了 可是他記得這個東西 所以他就不敢動 然後 這個戲很有趣的是 那個創作過程 創作過程呢 學生當中 至少分成了兩派 一派就是覺得說 這個劇本 他們覺得 這樣子做好嗎 會不會 最後拿不了獎 有些學生就說 沒有啊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東西啊 我們應該勇敢地試試看 然後呢 我就有一天我就 我就把 學校的老師 還有 還有我自己也是 我們就出來 然後我就說 讓他們自己討論 我們不要參與 我們就把 課室的人關起來 然後去討論 這個是 當他們後來討論之後 有一個 有一個結果 有一個決定出來 這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 是這個戲 後來要參加SRF的時候呢 這個劇本交上去之後 有一天我就接到老師的電話 就說 那個戲 校長覺得有問題 校長覺得這裡面 在批評很 批評老師也好 或者批評教育制度也好 或者批評這個比賽啊 校長覺得有問題 然後呢 我沒有直接見到校長 我們是通過跟老師的討論 然後再反退到校長那邊去了 當時我們是說 這個東西是 應該教育的學生決定 因為是創作是從學生那邊來的 然後最終去表演的是他們 上台的是他們 他們自己的戲 他們自己要做決定 他們要做負責 我們不要幫他們做決定 後來還有一個東西 其實SYF上面是有一個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當時是有一個 一個comedy 就是劇本 好像劇本審查 但是他們又不說是審查 就是好像從各個學校的 找了不同的校長 還在那組成一個小組 然後這個小組負責看 不同的學校 呃成上來的劇本 然後看這些劇本的時候 他們會提出意見 比如說你這邊有 有 有色情的 或者有暴力啊 有宗教啊 什麼東西 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committee 給我們的意見說 他覺得我們的劇本有問題 但是有趣的是 好像別的劇本 他可能會具體寫出 畫出來說 你這邊有一句粗話 最好不要講 因為是個學生比賽 或者這邊有什麼 但是我們這個劇本呢 他們 沒有 說出具體 到底是哪一個詞 還是哪一句話 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可能都沒問題 他們只是覺得總體看下來 好像有問題 他不會說 在挖火啊 對 對 所以也遇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 我記得那天也是跟老師 就去面對面討論 因為我很想知道 他們這條線到底 到底畫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就問老師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 問他們說 到底我們是哪一個地方 過了他們的那條線 那我就知道 他那條線到底畫在哪裡嗎 比如說他不可以 學生不可以講說 老師你不對 因為老師是永遠對的 所以我就知道 原來你的線畫在哪裡 可是他們就是提供出具體的 具體的例子 所以我後來就問老師說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改才能演 然後老師說 老師也不是 因為他們也不是審查 他們只是說 他們是一個顧問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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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有幾個問 答不答是我的事嗎 然後 後來 我就跟老師說 一樣 這個事情還是要回到學生 學生們自己 對他們作品負責 他們聽到了這樣的 feedback 之後 他們會想做出調整 所以 後來我就跟 這些中學生討論這個事情 我說說 你們有沒有覺得一個事情很有趣啊 就是我們劇本裡寫的事情 在我們的真實生活中發生 然後 我覺得 到了 到了 這一步 我覺得 我們最終這個東西去演 演不演得成 或者得不合了獎 對外獎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其實是這整個過程 我說 我希望你們 不只是從戲裡面學到的東西 也許從戲外你們會看到很多東西 當然這個故事有一個圓滿的結局 就是最後演了 而且還得了獎 所以我想老師們也皆大歡喜 然後他們也覺得 哇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 後來比如說 在下一次他們再 找我們做 這樣子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就會 開始講說 這次的戲 不會不要像上次這樣 哈哈哈哈 但是我也有一次也是在跟這些孩子們討論 就說 雖然你們得了金獎 但是我很有興趣他們到底是怎麼評獎的 也許 因為我沒有當過評審 可能當然有些劇場都有當過評審 我就很有興趣說 把他們的那個評分標準拿出來看一下 到底他們評分標準是怎麼打的 比如說 我好像是有聽說 比如說 人物多少分 劇情多少分 什麼東西多少分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的 不知道這個定這個評分標準的人 到底是怎麼定的 後來還有一次在另外一個學校呢 就做了另外一次SRF 然後呢 這個戲其實是沒有劇情的 它是比較抽象的 他們是從 Waiting for Kodo裡面做Device出來的 所以 Waiting for Kodo裡面還是有人物分 所謂的劇情 可是他們剛剛在做Device 成了一個新作品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劇情 沒有人物 呃 所以我就 我就在跟討論說 如果當他們的作品是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那個 我們會不會去 影響 他這個比賽本來畫的那個框 他本來可能畫了一個框說 哦 所有的戲應該都在這個框裡面 然後我們就看他這個框大 框小來打分 可是當我們去 去觸碰到這些邊緣的時候 觸碰到這個本來框的結構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去影響他 還是他就直接把你從這個框裡面丟出來 就算了 這個事情 這些事情 嗯 我覺得 好像剛才欣良講的 我覺得做 就是你是在碰自己的框框 你是在碰自己的框框 你心裡有些東西 呃 你本來 以為是什麼樣子的 但是當你通過創作的過程的時候 你在破自己的一些 本來比較舒服的或自在的 的框 然後 下一步其實是你的句子 跟你一起創作的人 他們怎麼 怎麼跟你一起來 劃 劃完這個框 而他們的框又在什麼地方 當然 到最後是碰到觀眾 因為 就好像欣良講的 就是觀眾是真的是不可預知的 因為其實觀眾對我來講 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審查的一個 一個系統 這個審查可能是 是 不是政治審查 更多的是一種 一種經濟審查 因為我們現在做戲賣票 你的戲 你的戲 你賣票的時候 你其實在 在玩這個市場的遊戲 玩這個市場的遊戲的時候 你的 你做什麼樣的戲 觀眾會喜歡 觀眾會來看 你做什麼戲的時候 觀眾會罵你 觀眾會不來看你的戲 其實你也在 在 在跟這個框 在做對話 但我也不把它當作是一個限制 或者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一個 一個 啊 限制 我不把它當作一個限制 而是我也很願意去討論這個框 就是 呃 是不是 比如說我在 在 上一個戲 水網上流 Flui 裡面的時候呢 其實裡面有在 討論 一開始想討論的問題是什麼是劇場 但是到後來的時候 其實在討論很多看跟被看的關係 這裡面其實就有很多會跟市場掛過的問題 就是說 一張票多少錢 嗯 觀眾會覺得他看這個戲的經驗是值得的 嗯 你的戲票多少錢的時候 觀眾會覺得說他浪費錢了 有些觀眾會覺得他值回票價 還是哇 賺到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有趣 呃 看 沸浴清演唱會要多少錢 看F1賽車要多少錢 看 呃 呃 一出 一桌而已 實驗系列 要多少錢 然後 呃 大家願意花多少錢去 吃 Puffet 願意花多少錢去買一本雜誌 願意花多少錢去看一個戲劇演出 我覺得這個東西裡面有好多東西 很有趣 好值得討論的 嗯 然後呢 觀眾來看的時候是 希望你給他他要的東西 還是希望你給他他想不到的東西 我也覺得很有趣 因為當我們玩這個市場遊戲的時候 市場的遊戲是這樣的嘛 Uncle一盤雞飯 你給他三塊錢 Uncle就給你一盤雞飯 Uncle不會給你一盤project 對不對 但是看 看戲有時是這樣的嘛 對不對 Uncle給我一盤雞飯 Uncle就給你一隻燒鴨 但是你會覺得說 哇為什麼你給我燒鴨 我只需要資本 所以就 我覺得 當我 做衣服創作去 去做這個 去 去玩這個市場遊戲的時候 這裡面有很多 跟他們 跟市場 本來是 呃 相違背的 一個特質 但是它裡面當然也有很多 可能是相同的特質 而這個東西對我來講的是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 我常常講說 當一個作品它必須變成一個商品的時候 這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過度 比如說我這個戲是這樣做的 那 負責賣戲的同事 他怎麼把這個戲 包裝成某個樣子 然後希望觀眾會買這個商品 可是當觀眾買的這個商品呢 首先它只是一個表象 他們要真的買到呢 其實是要走到劇院來看到這個作品 所以當中有一個過度的過程 所以對我來講 這也變成一某種審查 這個審查首先是我自己心裡 就是說 當我在做創作一個戲的時候呢 我需不需要把自己當作觀眾 我這個觀眾定位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當做創作的時候 自己肯定會把自己當作第一個觀眾 然後 但是這個 這個 它又不一定是一個觀眾 因為你肯定會有很多別的東西在影響你 別的過去的經驗 或者你在這個社會裡面的狀態都會影響你 然後到下一步你到劇組或者到劇團的時候呢 這裡沒有其他的審查會進來 就是說 這個戲是要演多少場 這些也是那些框 多少場 你有總共有多少觀眾 多少票要賣 那你當然希望賣完 賣完了 你也不希望說 每一場只有兩個觀眾來看 然後 你就會開始需要進行另外一番的審查 你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地方 是 是 合適的 還是你完全不考慮這些東西 然後 你的 你的戲是希望 演兩個禮拜的話 第一個禮拜觀眾看完之後 有可貝又再回來的 還是你完全不考慮這些東西 你這個戲你要去接受報紙訪問 或者是電台訪問的時候 會不會講了之後 人家以後說不要請他等來上電話 還是說你不要管這些東西 然後到了劇組裡面也是一樣 每個參與的人 尤其我一直在做Device 我很好 當你到了劇組 每個人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跟對劇場的理解 跟他們對於觀眾的責任的理解的不同 所以也要同時去再看每個人的線畫在什麼地方 而這個對我來講也是一種 一種網易上面的內度審查 就是 OK 你的線在這裡 他的線在這裡 他的線在這裡 我怎麼最終把它畫成一個 這個戲的一個框 然後把它放進去舞台 所以我覺得當我想到審查的時候 我想到了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東西 對我來講都是很有趣的 因為對於這個可能我們今天本來要談的這個政治審查的東西 我確實沒有太多經驗 所以我看到的更多的是 編框跟藝術創作的關係 突然間我想到我今天好像必須要講的一個話題 因為我今天會坐在這邊 是因為我下個禮拜要 我的導的戲掙扎要上演 然後掙扎是1969年被禁的一個戲 士兵叔叔在哪 對 士兵叔叔是經歷1969年掙扎事件的人 掙扎事件 對掙扎事件 對 對我因為常講掙扎事件 因為掙扎這兩個字 當你在做這個創作的時候 對我來講他至少三層 第一層就是這個劇本本身 在討論工人跟老闆們之間的掙扎 另外一個就是我叫他掙扎事件 就是這個被禁言的事件 但被禁言不只是掙扎一部 掙扎過後其實有好幾部 或者那個時代其實有很多的作品都是被禁言 所以我統稱那個叫掙扎事件或掙扎時代 第三層的掙扎對我來講其實是一個個人的掙扎 這跟我剛才前面講的很多東西其實是相關的 就是一個藝人到底要經歷怎樣的掙扎 才會創作出好像掙扎這樣的作品 去面臨跟官方之間的掙扎 對我來講是很有趣的 我也一直在想說這個藝人 比如說是郭寶坤的話 他坐在書房裡 他寫掙扎的時候 他心裡在想些什麼 然後當他被抓起來關起來的時候 在牢房裡他獨處的時候 他心裡在面臨這樣的掙扎 才使得他出來之後 他可能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artist 或者他還是原來的artist 我覺得對我來講這些事情很有趣 然後我對於士兵叔父他們那個時代 本來是有很浪漫的想像 那試試看也是 現在聽起來是很浪漫 就是他們是什麼都不怕 就是無所畏懼的一種精神 就是去做囉 就是試試看囉 因為相信自己做的東西是對的 可是當我在讀他們那個時候的筆記 他們郭寶坤寫了劇本之後呢 他會大家一起來討論 你覺得怎麼樣你覺得怎麼樣你覺得怎麼樣 他去記錄記錄 然後他再回去再修改 然後我在讀的時候發現很有趣的 他們在做自我審查 他們在他們裡面的討論有一些是說 這個東西講到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會不會不被批准 要不要改成這樣子這樣子 他們在劇本裡 劇本的討論裡面有寫到這些東西 那對我講其實很有趣 就是他們並不是一種就是衝啊 這樣子的一種簡單的態度 而是其實也在摸索到底那個邊緣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們想像的邊緣 是不是就是他們想像的邊緣 他們一直來摸 到底是在這裡呢 還是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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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實證明他們還是摸錯了 所以最後那個戲被禁言 然後後來過了幾年 波生又被抓起來 那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他們定不是因為他們這樣 就是意味著說衝啊 所以才被禁言跟著 他們其實也在嘗試在摸索 到底哪一條線是 我既可以完成我的作品 呈現我的作品 而是 又 不會違背我自己的本意 可是又 他還是最終可以上演的那條線在什麼地方 所以對我來講這個事情 其實是挺有趣的 因為 他其實 作為那個創作人 呃 我比如說郭寶寬好了 他自己本來想要 想要表達或想要去實驗的東西 可能也在這個集體討論 或者是官方審查當中 他可能也在做調整 而這個調整 不知道對他來講 是一個很舒服的事情 很自然的事情 還是也是一次為一次的正常 好 先講到這邊了 看起來 應該要來觀眾提見 好了 謝謝 靠近無邊 謝謝 我走還沒有走 哈哈 我怕清暇時間很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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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